东京奥运即将开幕 中华代表团将在下周要前往日本 总统蔡英文今天出席授旗典礼 期许代表团能在赛事中拿下好成绩 因为疫情的关系 选手们是透过视讯来参加授旗 现场则有雨球球后戴茨颖 还有安玛王子李志凯代表 接受总统祝福 此外政务委员唐凤也将代表政府 可以从代表团到日本 昨日代表谢长廷都说 唐凤在日本人气相当高 此行出访日本已经未眼先轰动 团棋飞扬团结队伍 把国旗团棋亦需交到 中华代表团手中 随着日本东京奥运 7月23就要开幕 中华代表团将在下周一 启程前往日本 18个运动种类 66名中华健儿将代表台湾出赛 争取荣耀 在奥运期间 我相信所有的国人 都会锁定电视跟网络的转播 我们也会当你们的拉拉队 随时准备为你们的表现喝彩 加油 加油 再加油 疫情关系 选手们大多透过视讯出席 接受总统的祝福 这届奥运因为疫情延期一年 雨秋秋后 戴姿颖台湾安马王子李志凯 都把握时间调整状态 为赛事做足准备 一直在练习 然后就为了现在七月 就是要出发的奥运 那希望自己都有调整到 最佳的比赛状态 那熟练度也有越来越成熟 那希望可以在场上的时候 不留下任何遗憾 把权力给他发挥出来 总统和选手们身上的服装 红色 深蓝和白色线条 配色体现出国旗精神 而这回将代表政府前往冬奥的 不是教育部长 而是在日本人气超高的 政务委员唐凤 我们要邀请行政院唐凤 唐正伟 台湾IT大臣将造访日本 驻日代表谢长廷都说 是为眼仙轰动 周通口中台湾体坛的黄金世代 组成坚强阵容 带着平时苦练的成果 和全体国民的祝福跟期待 将代表台湾前进东京奥运的殿堂 记者明镜就很会才能播放